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又到了经营人生 再度的为大家请到黄瑜黄老师 黄老师你好 你好 徐姐好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我们在这个前几集里面 都讲到了有关这个风水的一些 最基本的尝试 那有这个听众朋友问到说 你上次讲到屋外煞 屋外煞 那既然有屋外煞 那会不会有屋内的呢 我说我不知道不知道 这个要问黄老师 所以我们今天就我们的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问的问题 再度的请黄老师跟大家来说明 好 徐姐你这个问题问得真好 我们的听众也问得好 对 有智慧的问题 屋外一定有煞 因为坑坑角角的 譬如说我们住在都市里面 有这个建筑林里 必定会产生一些煞气 但是屋内也会有 为什么 屋内最简单的 你家里面一定隔墙 有墙一定有煞的 但是有一些无形的煞 你生活了很久 你还是搞不清楚 所以今天讲屋内煞 一般来讲 就是我们不需要拿一个锣盘 或是量来量去 肉眼就可以看出来 肉眼就知道 而且这是最基本的 对吗 这个非常基本 所以一定要听 你一定要懂 居家风水 你不能不知道 重点就在这了 好 那就请黄老师来跟大家说明 好 我们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 穿堂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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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过去讲过了 对 大门一开 直接前门对后门 前门对后门 这个就叫穿堂煞 就是你所有的集气财气 从大门进来以后 就直接就从后门走了 这个财就留不住了 你赚多少留多少 那可是很麻烦的 那如果说我们是house的话 你还可以坐个玄关来挡 可是有些apartment 一打开呢 地方有限 这直接就做队子阳台了 那怎么办呢 就做一个帘子嘛 或是摆一盆树 或是摆一个屏风 都可以 不错吧 是 徐姐越来越厉害了 就快变成专家了 你看我得意的笑 这个如果说你 这个住apartment 然后一开门 就直接看到阳台门的话 那么你可以在 在阳台门的前面一点呢 前方这个大概有 总是要有空间 你可以跨出去嘛 你这前面一点 把一个小架子 放一些植物 用生长之气 无形之中去 去阻挡这个 这个川塘风 那有些呢 有窗户 那也算不算川塘上 也算 对 也算 那这个 比较好一点 就是说 你赚进来的钱呢 会花费掉 可是花在自己 这个乱七八糟乱用的 当然这个也是对自己好了 你反正自己用嘛 自己用 也是好啊 现代人 也不错呀 讲究享受嘛 是 所以这个也不会太差 但是你可以在窗台上 比如说放几盆植物啊 也可以 那如果说你 没有地方放植物 又不想放植物的话 你可以放个什么 放个沙帘 这个透明的沙帘 你可以 既可以看到外面 然后又可以挡沙 起码它把你再挡了一半 那如果说 你还要更 这一定要有这个 我们传统的这种 这种转 转变风水的这个方式呢 你可以挂个五行株帘呢 很漂亮的 是不是 很浪漫 有株子这样垂下来 那但是要天然的水晶 因为天然的 它有生长之气 譬如说 有些是合成的 那个水晶粉 做成那个透明亮亮 很漂亮的 那个就不行了 那个就死掉了 是 就像再生花一样 那如果是天然水晶的话 你把它穿一穿呢 每一条穿五个 这个物活土精水 绿色 红色 黄色 白色 黑色 五种颜色 穿在那边 它也是形成一种 太极的力量 它帮你挡掉那个煞 起码这个 有钱多少花点 会想到赚钱 是是 就穿堂煞的 我们的补救的办法 对 办法 好 那这个除了穿堂煞之外呢 比方说我们就仓户 往外面去看 结果我记得以前 你也谈过说 外面什么有大树 电线杆或什么的 那这是屋外煞 对 这个都屋外煞 但是在屋里面 我们怎么样来避免呢 好 如果说你 你开了门 看到外面 有一个屋角 比如说对面的house 它刚好 那个屋子的旁边 正对着你大门 这样就不好了 因为它等于是 像把搏刀来砍杀你的 这个机器 那这个呢 你可以放个 通常我们有时候放个 老一辈的放个罗牌 或者放个八卦 现在呢 不用啦 现在放个什么 我最常用的 就是放个磨刀石 磨刀石 我觉得你可以放在门槛上 或者是门上面都可以 你去买一个很简单的磨刀石 那要小心不要掉下来啊 那也是真的一定要要小心 放地下呢 放门口 对不对 你放上面万一有一天 碰一下 对你可以放在门槛上也可以 门槛上也可以 但是我最常用的呢 我最称赞的就是你去IKEA IKEA它有一种那种磁铁是长长的 那这个通常它是放在厨房的 挂在墙壁上 让你切完了 切完了水果 刀子可以连上去的 就直接吸在墙壁上 是 不会动了 那很简单的 就是有一个刀 它就被吸住了 所以你把它放在门槛底下也可以啊 因为它很薄 你可以用吸力控打 或者是你用那个两个螺丝 把它固定住都可以 这个是最好用 那我们传统都是用磨刀石 那还有呢 你除了这个外面的乌脚刹 家里面也是有啊 就像你看 这个墙脚 对了墙脚也是乌脚刹 那这个平时你没有什么感觉 走来走去也就算了 可是你一坐下来 坐久了 它就会慢慢形成一种力量 比如说你坐下来 腰松背痛啊 或者是肩膀酸痛啊 手啊 这特别容易扭到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了 像这种情形 然后我建议你呢 到Home Table 去买一个 它们有一种塑胶 有点像吸管一样的 可是它中间是开开的 就是打开一边 有开个口 你直接就把它贴上去 它就那个脚就变成圆的 嗯嗯嗯 那个是透明的 嗯嗯 这个都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是是是 好 那我们再接着下来呢 王老师还有什么样的上呢 好 如果说你一开门 就看到了你家的这个瓦斯炉 炉灶 我们讲的炉灶 对不对 开门建造 钱财多好 嗯嗯 对不对 好 我们以前有讲过 大门是 呃吸引集气进来的地方 集气进来以后 在客厅形成一种一种力量 那个是 让你想着赚钱的地方 那你赚了钱以后 你要怎么存呢 就存在厨房 为什么呢 古代的时候 嗯 以前没有像我们讲 隔的隔的这么多 就是一个大的 大的一个空间 又有床啊 又有又有饭桌啊 然后又又有炉灶 我相信大家看 那个连续剧也都可以看得出来 嗯 那你想想看 哎 买的柴米油盐啊 或者是 斩的鸡啊 买的这个野味啊 海鲜呢 进来一定是放在厨房 嗯 那你就也都放在架子上 或者放在地上 那通常人家进来一看 哇 你家今天 哇 这么好 又吃鸡啊 又吃鱼啊 可见你家有钱 所以 全部露白 你这样就等于露了 对 所以这个 千万要注意 厨房是你存钱的地方 嗯 那至于呢 我们煮好的东西放在餐桌上 那餐厅是你花钱的地方 所以要非常注意 客厅厨房 厨房 餐厅 嗯 这是三个 非常连贯的地方 嗯 这个 所以呢 你要注意 如果 建到炉灶是不好的 嗯 开门 建到餐桌的话 好不好 应该也不好哎 对啊 嗯 因为你餐桌就是吃的东西 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没有冰箱嘛 多半没有吃完的就是罩子 沙灶盖好 或者是做完的菜也是沙灶盖 那人家一进门也是看到你吃什么 对 那我们讲说餐厅是花钱的地方 你前一进来还没有经过这个 这个你做一个规划藏起来的时候 就已经吃掉了 嗯 是不是也不好 嗯 好 那所以这个建了餐桌呢 这也算是一个事 嗯 好 还有呢 就是一开门呢 看到了主卧房的床 或者看到主卧房的门 都不是太好 嗯 这一般在美国的话 STUDIO就是那个套房常常有这样的 对对对好 那我们的卧房是休息的地方 那我们大门进来是一种一种冻的气 这个冻的气呢 你一进来以后就直接射到了静的气 因为晚上睡觉要静静的 你躺下来才可以很安心的休息 适当的休息 一个动气吹进来 然后你们就看到你的床 或者看到主卧室 这个都是无形中的 让你这个脑筋睡不稳 晚上睡觉会做梦啊 或者想太多啊 或者是有什么 有什么事情啊 就就没有办法睡觉了 所以这个呢 也要注意 嗯哼 是是 洗手间呢 它是水气集中的地方 水呢 久了 比如说你喷洒到周围旁边呢 它慢慢就就长菌了 这长菌呢 无形之中在空气中盘旋着 好你一开门 它就出来了 把你的极气跟这个晦气形成一个混合 嗯 所以进来的气呢 你不要讲臭气了 那个煤气都都会有的 嗯 这样子 硬气也不好 第一个你吸到身体也不好 嗯 你感觉不舒服 那你心情不好 这个身体不好 你怎么赚钱 对 最主要那个浴室马桶啊 都阴气太重了 嗯 对 所以通常呢 有很多 嗯 当然了 studio 进门 可能左边或右边 哎 左边是厨房 右边 右边是厕所 厕所 差不多很多都这样 很多都是这样 这样就不好了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水火相冲的这个局了 嗯 怎么样去画这水火相冲呢 哎 就中间摆个盆栽就好了 嗯嗯 嗯 摆个盆栽 水来生木 木来生火 嗯 他的气就就化掉了 好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那 讲到studio 我们有一些 朋友就 非常喜欢studio 因为很方便嘛 一进门 哎 很宽敞 自己也很舒服 沙发上一坐 然后高兴起来 站起来就躺下了 好 在这个格局里面 必定是最里面是卧室 因为 他要让这个房间 对 房间很亮 让那个空气进来 可是有些人把那个 主卧室的床放到最里面了 先进来看到客厅 再看到床 嗯哼 那就变成了什么 民房暗厅 嗯 房间很亮 客厅很暗 对 那房间很亮呢 你就没有办法休息了 我们不要讲别的 就是 太亮的地方 你也睡不着 嗯 是不是 或者是 太靠马路的时候 也许噪音也吵得你睡不着 嗯 好 那 客厅在中间 那中间呢 就 变成光线也不足了 或者是你因为 有些人就就 放个屏风啊 把它稍微挡一下 嗯 挡一下以后 哎 这个房间 你的光气就被挡住了 嗯 所以客厅又变成暗了 我们讲说 客厅是想着赚钱的地方 暗暗的你怎么想呢 因为暗暗的 就想睡觉了 就想睡觉了 所以你的那个 赚钱的动力没有了 所以这个要很注意 如果你是这种格局的话 很简单 上面放个 大大亮亮的日光灯 让它照明 随时随地都很亮 嗯 你通常在灯光下 你不会想睡嘛 嗯 是 对 那你脑筋又清楚 想的赚钱的点子又多 这不是挺好的吗 很简单 就化掉啦 嗯 好 我们再往下 好 我们再在下面看 嗯 如果说 你家的这个厨房 炉头 很多很多人都是炒菜的炉头 哎 希望那个那个抽油烟机 能够把气抽走 可是有些人就顺便 就在窗口 干脆就 用天然的这个这个力量 把风吹出去 嗯 嘿 这样好不好呢 天然的 那就是炉头是设在中间啊 不是 炉头是设在窗口 炉头设在窗口 应该还可以啊 有很多人是这样 像我妈妈那个时代就就炉头在厕所 因为没有多人家 炉头旁边是窗口可以嘛 旁边是窗口 炉头靠着墙壁旁边是窗口 哎 对 但是有些人就直接 直接 那不行啊 那个火都被风吹 对 这是很逻辑的 嗯 这非常逻辑 但是 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一个主角 嗯 这个主角呢 那一定有它的位置 嗯 这个位置呢 就像皇帝一样 譬如说我今天我今天是主人 我做必定是主人位 主人位一定是最中最中间 然后有靠的地方 嗯 所以你只要主角必定要有靠 那炉头没有靠呢 就代表是你煮出来的东西呢 就是 呃 吃起来 嗯 这个感觉让你不安稳 嗯 然后 我们讲嘛 就说 刚刚徐杰你提到了 这个窗口有风吹进来 那瓦斯外溢的话 你怎么吃啊 嗯 你还没吃都中毒了 嗯 是不是 所以这个炉头一定要有靠 还有呢 沙发要有靠 嗯 沙发我们讲是想前的地方嘛 想前的地方 你靠着那边想 跟坐着那边想 这完全效果不一样了 靠着是非常放松 那当你在放松的时候 你去动脑的时候 想到都是好点子 嗯嗯 你站在那边的话 就会想到很多的后遗症啊 这个 感觉上会有点有点多疑 所以 这个要有靠 主角 有靠的话 对他也好 对你也好 另外还有一个一定要有靠 嗯嗯 床 其实有靠就有靠山嘛 对不对 沙发有靠 对我们中国人讲的是说 前出却后玄武 玄武就是你的后背贵人啊 靠山嘛 对呀 你如果后背有靠 又扎实 让你让你感觉到 哎这个无后不知忧的话 这也是挺好的啊 对不对 所以你睡觉的床头一定要有靠 有靠的话 你睡觉也安稳 嗯哼 那很多人后面 哇有一个大窗户 觉得空气新鲜 也是不好的啊 对 因为我们毕竟的玻璃 它也是会透风 它有一些无形的这个风 尤其是像我们住在美国 就北美地方 嗯 冬天的话 那个 贼风 哇 那个风啊 弄得你好像头痛 对对对 他那个会穿缝的 对 我的朋友每到冬天就用那个 那个垃圾袋在贴 嗯 贴贴的 我说你换个床头不就结了吗 他怎么换 换个床板吗 我说换床板也是可以 但是床板后面 还是希望有一个比较 比较扎实的后靠 你把它转到墙边就好了吗 有墙的话 你这个头痛 或者是这个思想不安稳的 那个脑筋啊 不会那个波动太大的话 你只要放放到有靠的地方 你绝对睡得安稳 嗯嗯 就不会想到太多的事情了 嗯嗯 所以这个有靠是很重要 我们要注意的 第一个 炉头有靠 嗯 第二个 沙发要有靠 第三个呢 床头要有靠 嗯 千万要注意 这个都是无形的 嗯 是 所以说我们今天谈的都是 很容易你自己 不需要太多的那个脑 你就知道 一听了就知道 怎么样去注意到家里 对我们刚刚也讲过嘛 这几个有靠 如果后面都有窗的话 就变成后靠不稳了 嗯 你的贵人就不稳了 嗯 你没有贵人的话 你做什么事情的话 你没有人拉你一把 你是不是好辛苦 是 也就是包括 沙发床头跟炉头嘛 对对对 炉灶 那你不管是 我们刚刚讲过嘛 那三个地方 一个是想赚钱的地方 一个是存钱的地方 一个是呃 这个休息的地方 嗯 好 你你不好好休息 你怎么能赚钱呢 嗯 那你好好赚钱的话 你当然放在厨房 这个地方 我们只是一个形 就是说异象了 嗯 你放在有靠的地方 你钱放的也安稳 你赚来的钱安安稳稳 慢慢的就存起来了 存起来以后 你不就有钱了吗 是是 这个是 这是用一个异象 去分析这个整个的一个空气的气流 对 我们先不要讲说说什么 啊 一定要对准什么什么位置啊什么的 嗯 其实易经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正确的理论带进你的生活呢 嗯 你生活就就很安稳了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简简单单的 嗯 那还有一点就是 哦 你进门呢 尤其是厨房弄得很脏 嗯 千万不要 厨房一定要干净 嗯 厕所一定要干净 嗯 客厅一定要干净 嗯 餐厅一定要干净 嗯 还主卧房 那更要干净 嗯 所以干净很重要 那我们集气进来以后 在屋里面盘旋 他会找地方放掉下来 嗯 当他掉下来的时候 你摆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怎么掉下来 嗯 就是说那个气场就很乱啊 对气场很乱 没有没有那种一种主体感 对对对 是不是 那我们在这个屋内下 就是屋内要注意的 呃 除了今天讲是不是我们还有 还有 还有啊 还有啊 所以我们就要放在在下一集 好吧 再继续了是不是 好 黄老师你的联络电话 啊 我的电话347565598 那么 我顺便跟大家预告一下 啊 在12月份呢 我开了一个姓名学的流年吉凶 自己算 嗯 你的班 嗯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联络 OK好 谢谢黄老师 谢谢 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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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